事实上就是目前还没有发现通过食用食物 包括这种海鲜产品经过消化到感染的证据 但是尽管如此 为了就是降低可能的风险 我们建议在购买食物时 不要尽量不要去接触生鱼生肉 在日常处理烹饪食用食品过程中 应该注意食品卫生和食品安全 包括食物处理前后要彻底的洗手 生熟案板分开 以及食物和饮用水要彻底的加热煮熟煮透 水果需要去皮使用 使用洁净的餐具 我们常用的厨具餐具都可以采用蒸15分钟的方式消毒 这些日常的办法都可以降低或者减少 我们感染病毒的风险 谢谢 明镇炸15分钟的方式消毒